最后一次联络是什么时候 最后一次联络也就算四年前 老伯伯讲着浓浓相应 原来他已经80岁来自大陆北京 春节自由行拿着一张手操纸 到高雄寻找失联多年的堂弟 却处处碰壁 感叹时日不多 想来台湾见见堂弟 但手操纸大多同音不同字 要不然就是写错字 等于大海捞针 有童装店老板娘帮忙报警 警察从街头找到巷尾 好不容易找到老伯伯堂弟住处 但早就搬家 快要放弃时 发现手操纸上有一个模糊的姓名 死马当活马一 试着打电话联络 没想到 终于联络到一名远房亲戚 在辗转查出老伯伯堂弟的住处和电话 两人终于晚间在警局团聚 当伯伯弟弟当时接获警方通知时 一度以为警方是诈骗集团 老伯伯开心的和堂弟在警局拥抱 感谢台湾警察切而不舍协助 让分隔两岸数十年的血脉亲人 终于团聚 记者梁家文高雄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